第六百二十四集 方平如同帝王一般 正在巡视自己的国度 下方那座小城就在他脚下 城内一些虚幻的人影 此刻好像在拜服 脑后一轮灿烂的血日悬挂 威压升起 精血合一 天地之力交织 这一刻的方平 要目的让人惊颤 下一刻 整个魔武爆发出 热烈到极致的欢呼声 为宗师贺 为社长贺 为魔武贺 为华国贺 魔武再次诞生一位宗师 这一年 魔武接连诞生宗师 李长生 吕凤柔 唐峰 以及吴奎山破九品 可没有哪一刻 有现在这么激动人心 二十岁的宗师 第一位还是学生的宗师 方平的到来 改变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也让人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未来 魔武新老交替 后继有人 恭喜狂刀将军突破 这一刻 魔独一些宗师也纷纷赶来 笑声震天 第一军孝姚成军 不是在他们眼前突破的 姚成军也很低调 名气没方平大 方平可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突破的 更别说 这是个财神 当然得道贺 多谢诸位前辈台 空中 方平客套了一句 接着心里泛起一个念头 武道协会的两位会长 这次更新榜单 再不改称号 自己就要悬赏一柄神兵 让人去揍他们了 客气了几句 方平落入地下 吴奎山几人纷纷走了过来 吕凤柔看了一眼方平 叹了口气 七品中断了 吕凤柔点点头 好吧 我认命了 挣扎来挣扎去 老娘还是被超过了 算了 认灾 一旁黄景则是忧愿地看着方平 问道 精神力释放看看 方平释放了一下精神力 黄景感应了一番 半赏忽然四哭四笑道 我两千六百赫 是的 老子精神力比你强 你还没超过我呢 吕凤柔和唐峰一脸比 认命吧 差个几百赫 还真能挣扎几天呢 现在不认命 下次也得认 迟早的事 求生欲怎么就那么强呢 黄景也不管他们 你们管我认不认命 老子七品镜的时候 这小子还没入学 现在说被超过就超过了 你们以为我是你们啊 你们两个后劲之辈 动啥呀 吴奎山看着他们护私 也懒得说什么 反正不管我事 方平这小子再要 还能马上到九品不成 和几位外来宗师客套了一句 吴奎山忽然道 下个月八月八号 大家聚一聚 也不纯粹为了这小子 主要还是为了别的 一旁 方平乖乖点头 那是我小辈吗 怎么能让老辈宗师 来给我办宗师宴 那传出去多不好意思呀 点完头 方平补充道 啊 主要还是几十把神兵的拍卖 几位外来宗师瞬间呆滞 你说啥 你说啥 方平见他们呆滞 心满意足 吓到你们了吧 让你们刚刚狂刀将军的喊着 这才够劲啊 当然 表面上还得装成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笑道 啊 就是拍卖几十把神兵 还有一些其他的珍宝 主要还是一屋一屋的模式 就在几位宗师呆滞中 方平又道 哦对了 几位前辈 当日我还邀请了张部长过来 张部长应该会来 几位老头老太太再次呆滞 好大的排场 绝颠都邀请来了 方平继续笑道 前辈们家里有什么晚辈的都可以带来 当日学生也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一起凑个热闹 什么神兵 能源石 能量果 这些的都有 前辈们看不上这些 主要还是给其他人准备的 几位宗师已经无话可说 别呀 我们看得上啊 要啥晚辈啊 直接给我们就行 财神呢 土豪 狗大户 这小子办个宗师宴 这一下子就把门槛抬高到了 以后其他人突破 还能办宗师宴吗 几位宗师已经被轰炸的头晕目眩了 方平又道 这次我突破 生命之门回馈 我自身复苏 现在也产生了大量的不灭物质淤积体内 有点多 所以到了八号 我可能会出点小彩头 说不定 还能帮哪位锻造一下半斤身 当然 我觉得断职重生更有意义 前卫们 家里要是有人负伤严重的话 也可以带来 方平也不觉得这话有问题 舞者的家庭 有几个负伤的才正常 哪能人人没伤啊 这话出口 几位宗师无言以对 体内淤积太多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你居然说不灭物质 淤积太多 扎心呢 扎心过后 几人又是心中激动 果然 来对了 很快 由宗师强装镇定 笑道 哈 那是要拒绝 今年魔物喜事连连 吴校长又突破九品 李院长荣登八品第一 方将军进入七品境 这事儿是要沾沾喜气 放心 当天我们一定到 一定到 几位宗师那是说的坚定 放心 除非地窟大战 要不然绝对来 这大伙吃定了 几位宗师来得快 走得更快 临走的时候 看方平的眼神 那是真的恨不得吞了他 甚至有两位宗师 拐弯抹角地提了一句 我家孙女 今年进魔武 方将军多多照顾 人家校长在这儿 九品敬了 他们没提这茬 其他宗师也在 他们没说 偏偏让方平照顾 那心思明显到 就是要卖孙女了 直到他们走了 吴奎山瞥了方平一眼 似笑非笑道 哼 不灭物质多到淤积了 方平 给我们也来点 方平呲牙笑道 哼 校长这话说的 我就是随便说说 吴奎山无语 也懒得再说 盯着他看了一阵 许久才到 你这次突破 顿了半声 吴奎山不说了 他不知道该说啥了 吕凤柔则是盯着 方平博梗看了看 叹了口气 唉 以后没得捏了 都欺品的人了 境界比自己还高 怎么捏 李老头则是不在意 摸了摸方平的脖梗 老子现在还比他强 以后没事捏几把 要不然 以后也没机会了 几位宗师呢 是心情复杂到了极致 高兴有 兴奋有 悲哀也有 看方平装得跟乖宝宝似的 大家也不想说什么了 他们不想说什么 可周围的那些师生有话说呀 一群老人兴高采烈 立刻纷纷围了上来 口中表扬的话语是没断过 夸得那叫一个肉麻 夸得吴奎山都有些不自在 一群老家伙 我还在呢 一个个后继 有人带领魔武走得更好 魔武之福 啥意思呀 老吴那是一脸无奈 一旁刚赶回来的秦凤青 就是真的悲哀了 啥时候 六品武者就这么不值钱了 他在这几人中 年纪最大 今年23岁了 可23岁的六品 就不值钱了吗 我先突破的呀 为什么就没人夸我几句呢 没夸就算了 大家好像 没看到他似的 就这么没存在感吗 等看到一旁的宋盈吉 秦凤青好像找到了知音 刚想上去搭茬 就听宋盈吉笑容满面道 魔武出了这样的人物 魔武之幸啊 秦凤青呆着片刻 一脸比 不要脸 连你都开始舔了 你忘了那家伙当初 让你扫厕所的事了 环顾四周 见大家都崇拜敬佩地看着方平 秦凤青心泪 都不要脸 持语为武 这样的魔武 完全没有了自己印象中的风骨 下一刻 秦凤青乐滋滋地跑上前 喜笑颜开道 恭喜方社长入宗师庆 以后得改口叫方宗师了 二十岁的宗师啊 古今未有之 宗师宴得好好准备准备 一定要大扮特扮 养我魔武之威啊 方平瞥了他一眼 你的风骨呢 不 你根本就没啥风骨 关键能不能别笑得这么猥琐 哼 不过 被拍几具马屁 也挺爽的 也没功夫搭理他 方平这时候 才有空查看自己的新数据 看完了满脸的欣喜 财富 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点 气血八千五百五十卡 上限一万六千两百卡 精神一千九百赫 上限两千零八十二赫 破灭之力 问号 上限 问号 脆骨 除空间 能量屏障 气息模拟 无变化 财富值缩水了不少 不过这一次突破 他实力也提升了许多 精神力气血都提升了一大截 生命之门的封闭 精血合一的完成 境界的破壁 都让他有了极大的提升 和六品镜相比 这一次他气血提升了 接近五千卡 精神力也提升了 接近三百赫 这让他的境界 直接进入了七品中断镜 还是有精神的七品中断镜 对于这样的巨大提升 方平还是极为满足的 7月28号 方平破镜成功 消息一出 这次真的轰动了 前些天 大家都在讨论姚成军 姚成军刚打破记录 这才几天呢 记录再次被打破 关键不在这 更重要的是 姚成军的穷鬼 连吃顿饭都舍不得 压根没准备办宗师宴 看看人家方平 瞧瞧人家怎么做的 29号 魔武大发英雄铁 光是邀请函 就让人感受到了 什么叫财大气粗 无他 邀请函都是用能量精打造的 美轮美奂 虽说这玩意儿 能量耗尽 对强者而言不值什么钱 那也是相对而言 能量精其实也是好东西 很多人都需要 这个可以拿来打造一些匣子 瓶子 用来装一些好东西 防止能量溢散 打造能源室这些设施 也需要大量的能源精 你没有能源时 哪来的能源精 也就魔武这样的势力 财大气粗 这两年能源时 消耗无数 才有这么多能源精 直接用来打造邀请函 这不算什么 更重要的是 接到邀请函的强者 一些弱者 还没什么感觉 强者都快惊呆了 上面的金色大字 不灭物质烙印的 哪怕不灭物质不多 可那是八品才能诞生的 不灭物质 这一刻 市面上的邀请函 瞬间被炒到了天价 用钱买不算什么 有强者之间 拿出了大量能源石去换 不过这玩意儿真换不到 魔武这边 是没有邀请函不能去 听说这次去了 魔武准备了无数好东西 神兵都大批发了 谁傻到卖邀请函 丢不起那人呢 至于邀请函上的不灭物质 回头参加完宴会 这玩意儿百分百要带走 要吸收掉 这时候没人再议论摇成军了 这穷光蛋 太小气了 不说外界那些人 就是张涛 都被方平的大手笔震撼了一下 接到邀请函的时候 张涛还在开会 等看到邀请函 张涛脱口而出道 让魔武再发五十五张过来 一模一样的 高品舞者不管去不去 邀请函还能省了 这小子会做人吗 去不去是我们的事 请不请是他的事 难道让我们拿着一张邀请函 过去参加 张涛说出这话的时候 正在开会的一些人都惊呆了 部长 您是绝点呢 为了这么点不灭物质至于吗 好吧 真要凑齐了五十五张 也不算少了 何况这东西不要白不要 下一刻 会议室中的宗师们都点头 是的 不管我们去不去 态度要到位 先把邀请函送来再说 再说了 谁说不去了 他们自己不去 家人也得去啊 听说这次方平那小子 捞了一笔大的 现在正在大肆散财呢 8月8号 方平宗师宴的事 传得沸沸扬扬 而且这一次 还是宗师圈子里传播 而方平 也为自己的嚣张开始买单 军部发文 让魔武提供一百张 一模一样的邀请函 军部说 他们有一百位高品强者 准备来参加 教育部致电 让方平提供55张 针基部来喊 次大镇守府来喊 我们人多 你得一人发一张邀请函 至于不灭物质哪来的 懒得问 你方平四五百张都发出去了 哼 也不在乎这点是不是 至于是方平的 还是吴奎山的 管你那么多 方平锻造了金身 也许可以诞生不灭物质 这也不足为奇 这小子也不能当成七品来对待 联系这家伙之前精神力和气血 无限恢复的情况 也许 不灭物质也诞生了不少 听说突破的时候 一大群人都被断肢重生了 显然这家伙 这玩意儿不少 魔舞 舞蹈社 外界传得沸沸扬扬 方平早就不在意了 这时候的方平 根本不在乎那么点 不灭物质 至于张涛那小家子去 还要自己补发几十张 方平大手一挥 给张涛发了一百张过去 决颠嘛 要给面子 而且张涛这个穷决颠 方平觉得自己虽然打不过他 可拿钱砸他 老张也不会打爆他 跟决颠百阔 哼 还是很刺激 刺激的方平发邀请函的时候 笑了好几次 没工夫理会那些琐事 舞蹈社中 方平环顾一圈 笑道 人都到齐了 一旁 陈云西连忙点头 他是在方平突破之后才赶回来的 魔舞的召集令 说是月底之前 今天距离方平突破也才三天 刚好三十一号 只是很可惜 错过了方平的突破 他觉得可惜 方平倒是无所谓 陈云西没提前回来 那是因为 他达到了四品巅峰境 陈耀廷那老头子 帮他破境 让天地之桥合一 为了突破到无品境 这才耽误了时间 比起境界的突破 方平觉得 看自己突破 没太大意义 而陈云西突破到了无品 也是目前方平这一届 唯一的一位 无品无者 品无者 品无者 2 3 5 4 4 changed 1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